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屿兰 农历春节将借花令县各界为了未免国军官兵的辛劳 今天是由县长许正伟在民政处长林金虎 军人服务站长包德义的陪同下 率领了县内各社团工商企业界代表组成的春节进军团一行25人 在花莲的陆军花防部美伦营区进行了春节进军的活动 并且也制证了慰问金,表达驻军官兵们保向贵国的辛劳 这是春节进军活动,受慰绕单位由陆军花防部、空军交准部、空军第五连队等21个驻军部队 新闻学生会在本县及官兵代表作团会之后 特别执政团体慰问金,以表达对国军卓越贡献的协议 军在宁民军军,所以我们这个企业界不断的 无论是一年三节或者是我们军方有任何事情的时候 企业界都请郎也慷慨的军书 我想这是我们看到企业界对于我们这个军力 稳定台湾这块土地,让企业界能够得以为民或者是来对他的产业来精进 所以我想这是最大最大的力量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军中的我们的伙伴 虽然大部分都是花莲的乡亲 但是毕竟团阅的时候我们必须留营和留守 这是比较辛苦 期待选中也鼓励国军将士们在营进修 他表示,华人政府工会培育国军人员第二专长班 不仅保障国军退役生涯规划 也可以无缝接轨地投入职场工作 让军人在退役之后能够有一期职场开展事业的第二存 然而先阶段整体产业大变动 尤其是这两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数位发展更加快速度 未来可以讨论开设新型的第二专长课程 让有子人才都能够留在化粮发展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